MIT的醫療口罩 那么现在检警带队查出了这个现象之后 负责人也坦诚犯行 检察官说现在受害的可能是北部中部的一些药局跟民众 那么其实在嘉丽口罩厂被查出来之前 这家口罩厂还在虾皮网站上面贩售 那么后来见苗头不对就赶紧下架了 目前检警查到了这家彰化的口罩厂 从中国买进了718万片的口罩 大多都是彩色非医疗用的立体口罩 那么包装进厂商他们自身的盒子当中 变成了MIT医用口罩 目前已经查出了有400万片的口罩 可能已经流入了市面 那么在征讯过后这个口罩厂的负责人呢 坦诚犯行以200万元交保 我们下红主席再加上 来说明明这个项罩厂的造型 我下红主席再加上 这个项创厂戏